Hello 大家我是T.O.T 那今天这个视频呢完全是一个底妆的实测分享 因为我也是刚刚才到了美国 然后中间呢也坐飞机坐了很长的时间 所以我皮肤状态非常的差 我头上面找了很多这种小痘痘 包括我色斑啊 然后还有唇皱的暗沉啊什么都非常的明显 那今天录这个视频呢 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底妆产品的实测 它就是Wide and Well这支粉底液 据说是非常清透 而且持久不脱妆 我现在脸上呢只涂了水乳和面霜 我的T.O.T呢会比较容易出油 脸颊和下巴呢又比较偏干 我会借助到这个海绵粉铺 那话不多说赶快进入实测吧 那Wide and Well的这款粉底呢 它的这个取用呢是非常的方便 它有一个这个小小的方形的小翩翩 好那就直接在脸上试试看吧 那跟我左边比起来呢感觉遮瑕度应该可以达到八成 然后额头上有一些痘痘看来遮的不是特别的好 所以我等会需要用到那个遮瑕膏再涂一下 我现在整个底妆就已经轻薄的打了一层 从镜头里应该很明显的可以看到和我刚刚素颜的状态比 整个肤色是均匀了很多 而且我自己感觉呢皮肤 并没有上了粉底的那种厚重感 反而是很清透 因为我额头上面长的这些痘痘实在是太红了 所以我决定拿遮瑕膏局部的把它遮盖一下 好啦那底妆呢现在就已经全部上好了 因为是一个底妆测评 所以呢我就不在底妆上面撒任何的定妆喷雾或者是拍散粉了 那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这个底妆能够维持多长时间 那现在呢是美国当地时间是2点40分 我去上一下眼妆 等会儿我们还要出去 一会儿见 然后我现在去换衣服准备出门 那现在呢是当地时间下午3点10分 然后距离我上妆刚刚已经过去了快要三个小时了 现在可以看到我脸上并没有出油和咖啡的情况 看似乎坐那儿 巧巧的地 我好喜欢现在这个妆感啊 就是它并没有很粘腻 而且摸起来感觉像没有上妆衣 嗯不错不错不错 我很喜欢这个妆感 好看哎 好看哎 是吧 喝是什么意思 这个呵呵是什么意思 OK那现在我们就到了这个餐馆的门口 哈喽 我们现在来吃火锅 那今天是我到美国的第二天 然后今天呢就很顺利的吃到了中餐 哈喽大家 我来更新一下底妆的状况 那现在呢是8点02分 那距离我上妆呢也已经过去8个小时了 那这款粉底呢其实还蛮适合混干皮的 我的鼻子这里并没有出现以前卡粉的状况 相比我之前用的makeup forever那一款水粉上来说呢 这款的质地会更加轻盈一些 因为是一个实测视频嘛 所以我并没有拍散粉或者是定妆喷雾 但是一整天都不黏 就是它这个质地是带点哑光很雾面那种感觉 如果你是比较喜欢完美的那种妆容的话 你可以稍微多加一些亮 再搭配一些遮瑕 我觉得就已经可以做到很完美了 那我使用的色号呢是soft beige 那总的来说呢就给它打9分 好以上就是wide and well这款粉底液的底妆实测 福利时间到了 希望你们用了之后也会喜欢 好感谢大家的观看 那就下次见啦 拜拜 去上其他的眼妆 推荐给大家 好到这里就真正结束了 那我们下期再见